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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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有他的战略顾问 都有在白宫或者在国会 都有自己的各种政治政策 未来的来源的情报 他们有详细的情报来源 所以这种逐步的调整 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虽然这个调整可能不是一个硬脱钩 实际上就是软脱钩 这是一种趋势 这种趋势中共在想扳回 那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 可能未来哪怕中共倒了 未来还有很多年都很难扳回来 而这所有的产业链都分缠到 墨西哥越南泰国印尼 这些地方 而中共国这些产业链 也对这些公司 对这些公司 把它的生产的 因为都是自动化生产 供应链调整完以后 中共国的在珠三角 长三角 这些配套厂 你想想 这就基本上 因为它是所有的生产 产业链 生产 工厂 它都要不断升级的 五个月 暴跌24% 按这个速度下去 因为这都是刚刚开始 头五个月 因为很多都刚刚投产 还在试产的过程中 转产也是在慢慢的摸索 探索的过程中 而这种趋势 你比如说 举个例子 你像乐高 一个乐高的生产 首先它得有上游 它的原材料 如果说原材料 那都是塑料 那塑料来自于哪里 化工 你得有化工厂 化工厂之后 你得有住宿厂 就是这种 专门做塑料的这种厂 然后你还得有住宿厂 模具厂 是吧 然后组装 然后还得有包装 包装箱 甚至各种设计 设计公司 还有物流 这所有的这个供应链 它不是一个厂 搬过来这么简单 而是整个链条 但是一旦建起来以后 运作一段时间以后 稳定了以后 那基本上 中共国内线 就会彻底被取代 虽然 虽然现在 大家看 说这个数据 从中共国 进口的数据 依然 是比 墨西哥 等等 或者是要多 但是 它这个趋势 是不可阻挡 这就是 美国 就是 这一步棋 走到现在 这种趋势 就是乱枪 打鸟 各个方面 都在发力 能转移的 快速转移 不能转移的 说吧 因为 是根据成本 有关系 美国 比如说 中共 特别委会 就这 质询 你为什么还要在中国 生产 你还为什么还要用新疆的棉花 为什么还要用新疆的这些 已经被制裁的这场 你看 所以 这就是乱枪打鸟 舍不得走的 逼你走 能走的 早已经走了 而中共的廉价劳工 的优势 这是一方面 第二 美国的全民的政策 是最重要的 这一步棋 走得下去 接下来就是 彻底削弱 中共的 经济实力 这后面是连带的反应 没有美元 没有经济 因为中共国 它不是一个 自我 原动力 能自我在身的一个经济 它是要靠 美国给它订单 它是一个外来经济 然后以这个为龙头 然后 再敲动内需 再敲动 基建 再敲动军工 等等一系列产业 没有美国的这些 它自己是玩不转的 但中共 现在搞什么 内循环 说中共现在 习 说搞了一个什么 要准备内循环 你得要循环得了 一句话 你中共根本 思想都没有自由 都没有创新 都没有原创的东西 你怎么内循环 你内循环很简单 就是 牛郎之女 农业经济 小农经济 那就是真的内循环 但是 那种 是低层次的内循环 比如说 各个都是直播 带货 这边是烧烤 是吧 中国也就是烧烤 这内循环 有任何意义吗 中国几千年 都是内循环 内循环的结果就是 没有任何的 科技进步 没有任何的文明进步 最终的结果 是吧 和西方 差距 差了多少 至少少几百年 是不是 内循环 还有一个词就是 这就是闭关锁国 换了个名词而已 文革时期也是内循环 跟苏联也搞僵了 跟美国 也是美帝 亡我知音不死 内循环的结果 经济几乎崩溃 崩盘 没有任何 拿得出手的东西 几十年下来 文革十年 再加上之前 十几年 现在 搭上了美国 经济全球化 这个风 稍微 赚了点钱 就不知道自己了 这就是习共 这就是中共 所以 所以大家看 所有的一切 政治和经济 它是一起的 政治就是基石 政治是 在美国 就是宪法 就是你的体制 就是你的体系 你的土壤 信仰的土壤 宪法的土壤 三权分立 的框架 这个决定了 你的经济 没有经济 你就没有实力 没有经济 你就没有科技 所有的一切 它是串在一起的 美国现在 全面的 对中共 核心的根本 就是 要结束中共 解体中共 这是本质 牛先生 你怎么看 是的 的确 其实 打仗是打什么 打的就是生产 打的就是经济 我觉得 其实现在 一个很好的现象 就是说 除了从华尔街这边 一个 从不管是联邦政府 或者是地方 目前都可以 看得出来一个趋势 就是说 不论是华尔街 禁止投资中国以外 那现在从这个所谓的 它这个进口的这个 所谓的比例 一下子下降了将近四分之一 那包括就是说 像路德先生所说的 这个一个辐射效应 它本身的生产制造 然后还有物流 还有通货 还有最最最最末端的 这个行销 整个的这个影响 我相信是全面性的 那现在变逼的 就说 你看像最近这个所谓的台风 让那个北京这个一大片区域 这样子河北省内涝 我相信其实你习近平 即便想要走一个内循环 不管他是高阶的或低阶的 我相信 只要百姓没钱 你怎么样去走内循环 所以这个非常明显 就是说 其实本身来讲 习近平他真的是距离 应该说他太不接地气了 连一个基本的名声需求 他都搞不定的时候 他怎么样来产生内循环 所以说事实上 我看到这个所谓的 他这个所谓的 减轻这些所谓的大公司的名字 包括乐高 乐高事实上 他就是一个所谓石化工业 那本身他产的这些塑胶 一系列这些所谓的石化工业 还有包括惠普 惠普是做电脑的 那你如果说像惠普 还不止做笔电 还有一系列像家电用品都有 所以说如果说从平生用品 这些大量的撤出中国以外 最重要的是本身中国 他内部的内需 是否有办法接替 这样美国的一个需求 我相信是不可能 所以说不管是这样 而且这个是一个美国的带头效应 接下来北约是否会跟进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说 一旦中共没有钱 他是否还有这样的一个余力 去支持这个俄罗斯 所以说事实上这一连串 都是一个所谓连锁效应 我觉得其实最重要 美国打蛇就打七寸 这个他目前打在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做法 真的是完全的就是郑重中共的要害 我觉得这是 真的十分乐见到这样的结果 好 换给路德 这个啊 然后还有一点啊 这个前两天爆出 这个半年时间 外国到中国旅游 人数暴跌 同期有几百万人 说最近才有几万人 彻底暴跌 这就是外汇 因为旅游也是给中共带来外汇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重要的通道 啊 然后 世界各个西方国家 对中共的投资 彻底终结啊 不管习怎么样吹牛逼 说什么啊 谁谁谁 什么德国什么什么企业 又投资十亿美金了 建厂了 这个建厂了 他也拉动不了 大势所趋 啊 日本基本上彻底终结了 日本也不从中国采购产品了 也不会对中国进行投资 韩国也是一样 现在可能就欧盟还有一些国家 但这个 风向 也会彻底转变 也不对中国国进行投资了 所以你看啊 这就是啊 自己把自己作死 是不是 作死的底层逻辑是啥 就是因为权力 就都已经到二十一世纪 人类都要走向太空时代了 这习和共和普京这些啊 专制集权者 还抱着权力不放 是不是 他想享受终身 不仅仅自己 还有啊 子孙三代 都要享受 他们的红利 那是怎么可能 如今的时代是属于什么 第一 既是互联网 又是社交媒体 任何的事情 人没有你这么容易被洗脑 速度发展极快 美国的科技 日行月异 你根本不知道 美国现在还有什么秘密武器 是吧 美国已经说了 已经有人发现 美国已经有了 啊 就是引力发动 重力发动机 是吧 说白了 就不需要现在 所有的 什么喷漆事啊 都不需要了 直接 就跟飞碟一样 啊 零质量 可以做到零质量 就没有质量 没有质量 意味着啥 大家想过没有 意味着啥 质量 和速度 是吧 一等于mc平方 质量和速度 零质量 就意味着可以接近光速 质量越大 速度越小 啊 那就这 就这逻辑 中共 所以所以说啊 这你就可以看到 肉眼可见的 这种崩塌的速度 会越来越快 所以美国 你说是不是脱钩 就是在脱钩 只不过美国的 它不是一个 极权体系 所以很多事 都得一点一点一点 但这个趋势一旦起来 它的速度会很快 中国人老是不习惯 总觉得美国好像 哎呀 没有搞一个什么大会 宣布脱钩 没有什么总统从上到下 啊 做思想报告会 怎么脱钩 搞个什么研究中心 怎么脱钩 好像没有这个 中国人就不习惯 就怎么还没有行动 其实美国天天在行动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就跟美国天天在研究 最新的武器 最高的科技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等到知道出来以后 你会发现 哇 怎么这么厉害 啊 就跟那个苹果 第一代手机 乔布斯研究的时候 都已经搞了五年至少 等到你用的时候 它是一个成品 别人在日拱一足 天天在做的时候 你就说 别人怎么还没有 科技进步 还没有什么 啊 画时代的东西 我告诉你 美国做事就成 等到你看到画时代的时候 他已经准备了至少五到十年 啊 不是像中共这种 炸炸糊糊 知道吧 啥都没开始 就开始 吹牛逼 你有些人 你怎么看 的确啊 其实中国 我觉得其实中国 研习的就是 以前那种 所谓的皇朝思想 而且还最重要就是 那崇拜诸葛亮的空城记 我觉得其实最重要 其实我最近在 不管是爱看那个 Discovery 或者是说看迪士尼 这些所谓plus 这些影片 美国一个精神很重要 就是靠实力 他绝不会因为说 自己有没有实力 然后靠吹雪 赢得胜利 那最重要就是说 其实现在 随着这些所谓的外资 不但不能再投资中国以后 随着这个所谓 旅游人数的这个锐减 最重要就是说 一旦中国这些 所谓外汇存体 不断的这样耗耗 不断的消耗以后 他会连带导致 他本身人民币的 这个所谓的信用度拒减 那我相信他本身来讲 除了他本身的本币 就是说他自己 他自己中国这些 所谓的人民币的 购买力减弱以外 最重要就是说 如果说将来 他的确购买力锐减的时候 他的向外购买这些所谓军需 或者说民生用品的这些 所谓成本就会加高 我相信他的经济在内部的情况 一定会越远越烈 所以说这其实就是一个 所谓的负面螺旋的一个效果 那我觉得习近平 他真的就是说 一个小学毕业 真的对于这些经济都不懂 他只想用不断的做所谓的一个军事扩张 然后跟俄罗斯结盟来去延续他本身的统治地位 那这样其实是 我觉得就像路德所说的 这样一个所谓的迂腐的思想 真的在21世纪 人民不容易被洗脑的情况下 他很难再去付诸实现 偏偏的独裁政权 又希望能够借由这些所谓的忽悠 媒体的宣传 来促成他的所谓的政权的延续 那偏偏这就是不可能的 我们姑且还不用去说 美国有多高科技 光是美国这些 目前这些手段就可以玩死中国了 更何况他当他这个中国 不管是中国人 或者说中国这边土地上所出来的东西 都被世界所怀疑的时候 我觉得未来中国的去向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也就是说中国人未来在 一旦即便中共消灭了 我觉得中国人本身 他这个幸运度 如何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就回来到让全球都可以接受的程度 我相信是需要 透过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而这就是中共最让人 真的是恨死的地方 真的是让中国人都在 未来好几十年都 都可能会抬不起头来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地方 好 欢迎给路德 你看啊 这个中共心怀 发网还在说 说今年上半年 我国贸易进出口完成20.1万元 创历史通告 说使用外资增长28.8% 说外贸外资在重重压力下 持续稳重体质 这都是假数据 就自己的钱投自己 就是所有的 玩这种假数据 还说上半年外贸 总体规模实现了22.1%的正增长 真正的数据是 其惨无比 是吧 发达国家对我国投资保持增长 什么法国英国日本投资分别增长 173.3% 自己的钱自己投 因为我太了解了 因为我之前在国内 专门 科学城那里是叫做 专门引进外资的 那些人 完成不了任务 没问题 自己把 做数据作假 很简单 我跟你说 第一数据作假 第二呢 就是自己的人投自己 在海外的钱 自己弄回来 就是忽悠老百姓 知道吧 真正的是啥 现状是啥 你们看现场抖音天天 忽悠这些人 去卖煎饼果子 去卖汉堡包 开个小摊 说半年赚了700万 这么牛逼 知道吧 说我这个卖煎饼果子 半年赚了700万 人民币啊 简直就是 你看这就是 已经穷途末路 就这概念 所有的数据造假 真正的是啥 美国这些外企 采购彻底 全面的和 中共国 全面 慢慢的 破购 断结关系 是吧 自己给自己造假 骗得了谁 是吧 已经骗不了美国了 美国只要不牵头 他这造假 造不了多久 就跟那个国丫头一样 啥东西都自己造假 造完 不就进监狱吗 很简单 好 咱们今天节目就到结束 别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 祝各位观众观看 谢谢Neo先生 再见